这一个讲到直观的修行方法 它的基础一定要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就受持这个如来的境界 不要伤害自己的身心 不要去伤害别人的身心 因为我们伤害别人的身心的当下 我们已经起了恶念又下了恶种 当我们放纵我们的思想行为的时候 一定会伤害别人 如果我们去压抑它也不对 压抑它它变成我们生命的一种种子 烦恼的种子 你压抑它 比如说我现在很气这个人 我咬牙切齿 好了不要发脾气 不要发脾气 结果你把这个脾气弄到什么地方 你生命的身处压抑 会这样子变成这个种子 那你去放纵它呢 更危险 你放纵我们的恶念 爆发出来的时候会伤害人 然后你的种子会熏得更多 所以要修这种子观 让生命发光 第一个 诸恶末做 那你说好了 什么都不要做 那不行 佛所告诉我们要种善奉行 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做父亲的 做母亲的 做爸爸 做妈妈的 然后这个做儿女的 我们要尽我们该尽的责任 士农工商 每一个人都有职务 每一个人都有工作 该做的事情 欢欢喜喜的去做 清清楚楚的去做 去服务人生 所以种善奉行 一般人不知道 哎呀我信佛学佛了 哎呀我们什么事都不做 什么事都不做 那不是 种善奉行 那么最后就是 要修这个子观 子观 佛陀帮不了我们的忙 师父帮不了我们的忙 同学朋友帮不了我们的忙 一定要自尽其意 这种进化我们心灵的 这种工作呢 谁都帮不了我们的忙 自己修行 自一职 法一职 末一职 这个进化我们内心的 这种方法原理过程 只有靠自己去修去学 我们的那个恶业的种子 贪嗔痴的种子呢 才能在子观双运当中呢 去化掉那些 当我们把这些贪嗔痴的种子 化掉的时候呢 转返成圣 生命就开始呢 永远都是光明的 所以最后我一个结论 让我们从专注呼吸中 斩断心灵吸毒的恶习 我们一起念 从专注呼吸中 斩断心灵吸毒的恶习 我们无论任何宗教 任何宗派 信仰佛 不信仰佛 相信因果 不相信因果 在佛陀留给世人的福音当中 也是佛陀临终的时候 告诉后代的众生 所修的法门 就叫做四念柱 阿难尊者问他说 我们后代人怎么修行呢 就是这样修 知道吗 因为这个法门 慢慢没有人修了 就叫做末法 佛陀的正法没有了 不是叫末法了吗 那这个法门没有人修了吗 现在我们法末了 佛陀的正法没有人修了 那就叫做末法 那么我们为了让佛陀的正法 能够法轮常转 在我们身心当中 法轮常转 让我们的生命发光加彩 所以这个念柱的法门 是值得我们修行 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 一分钟两分钟 你在等人的时候 你不要耗掉这个时间 注意复兮 就是修行